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永千先生 蕭活板,你好 你好 今個禮拜,港股已經生成了很多 差不多1,000點左右 算是生成 對,很生成了 1,000點,回到26,600-26,700 今個禮拜,很多東西都要點評一下 數一數 今個禮拜,香港政府有些新動作撤回 市場氣氛應該是正面的 中美談判,有13次會談 在未來10月頭會談談 市場反應是正面的 當然,中間有些不太好的消息 例如,最新有位雨將香港評級下降 大家也想聽聽,施生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案 其實我一直都主吹 最後都如理所遠 即是,你收回了這個修訂案 反送中,就應該了結 即使將來再搞,都不用得這個題目 起碼有一部份人,以反送中為目的 他的目的已達 應該收貨 收不收貨呢 口頭上,每個人都說不收貨 因為五行訴求缺一不可 亦都說得很盡 合爆也不割席 有個群眾壓力,有個輿論壓力 沒有用的,太遲了 但我相信,有些中間派、溫和派 都會受落 從投資市場的反應,認為是好事 如果不是股市,如何升一千點 要增加白銀投入 這些是Smart Money 應該是聰明錢 他有他的判斷 我自己覺得,純粹從緊張的氣氛來說 是有一定的緩和作用的 如果政府在其他地方,策略上能夠聰明一些 應該可以將問題慢慢淡化 不過今天,我不說太多 有什麼可以做 先說回你提到的另一個 就是中美和談 談判,不知是否和談 暫時最新消息,應該是10月左右的時間 就有機會談 我自己看,中美的磨擦 當然,很多方面都有矛盾 沒完沒了 第一回合,就是貿易上的磨擦 貿易上的磨擦 過去一直發生的就是 談談 美國覺得條件不夠好 就施壓 由五百億,加到二千億 二千億,加完都不得你屈服 加多三千億 這三千億,現在分段進行 但起碼,這張牌也打了出來 因為這三千億,是最後三千億 基本上到現在 所有由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 除了英國非常少數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要有關稅 黃牌已經出現了 在某個關稅上 如果再不行,就不能談 如果特朗普也想在大選前,獲得一些成果 我認為他想談成的積極性會提升 以大陸來說 反正,捱你一拳未屈服 捱多兩拳未屈服 捱多三拳,都決定頂住 這個時候,沒理由最後一拳未屈服 捱了差不多十多個月 對 我自己認為,如果特朗普願意調校 有機會談到 因為之前有得加,下一拳會加 如果一個產品加關稅,加到25% 加到30%,加到50% 沒什麼作用 加了25%也不用賣 基本上都沒有喪失競爭力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次坐下來談 談成的機會是存在的 所以剛才那兩個,都屬於相對利好一點 另外就是 衛羽將香港的評級 沒錯 降到AA 本來是AA加的 觀眾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是星期五的衛羽將香港整體的信用評級下降 將前景變成負面 對於很多用香港經營的發債實體 信貸上高,成本應該會高了 你解釋一下,為何降低評級 信貸成本會高 一般,在每一個地方發債借錢的人 基本上他們的評級要根據當地政府主體的評級標準 即使公司企業的經營條件沒有惡化 但如果政府評級下降 相應評級也會下降 對於一部分的投資者 評級下降,要求利息或價錢有所調整 所以今次的評級下降,對於香港作為主體的借錢人 或者香港公司 對整個經濟都有影響 因為借錢成本相對會高了 因為評級下降,買債人覺得風險高了 覺得風險高了,便會要求利息高了 以及一些債券基金、投資者、退休基金 他們對買債券都有一定的標準 哪些債券可以賣,哪些債券不是要賣的 如果一旦跌出了它的範圍 A、A,其實也是挺高的 這是政府的評級 對,但在香港有其他的公司 如果市人企業,本來只有BB,而變成BB間 可能會影響,譬如有些機構不可以持有債券 你發債的時候,少了需求 利息就會上升 那些影響是最大的 如果資金成本高的話,做生意的難度就會高 利息成本高的話,盈利沒有變化 利息不會高,利潤就會少 經濟就會受影響 所以不要以為,加變AA 仍然很高 會產生實際影響 這個影響,對營商環境有影響 當然,以前的歷史 這些評級公司,多數都是馬後炮 遇見危機的能力不高 反而一旦出市,便踩多腳 落井下石的能力就強 即是在金融海嘯當時 未爆發,還比很高 房地尾、房地尾 最初都沒有人提出市 一跌就跌了九成 一出市,要國家資本來救 但對市場有影響 這是否反映香港的前景差了 我是做生意的 亦做投資、做地產的 當然不想說香港的前景不好 客觀地說,經過這幾個月的動盪 以及一些示威者攬炒的行為 對整個經濟一定有影響 大部分香港人都開始感受得到 我認為還未出現 有些可能已經造成根本性的影響 以後可否追得回 都成問題 香港現在保持有競爭力的 一個是金融業 一個是專業服務 這兩個方面還有 其他旅遊業、零售業、低端的服務 貿易、物流、貿易、物流 其實都處於豐顏 不是很有理 譬如貨櫃業一直都萎縮 沒錯 本地的工業當然沒有 連轉口出口都依賴香港的程度降低 之前比較相對興旺的 要靠內地遊客、消費 之前抗拒內地人、水貨客 去維持,現在的人比較少下來 基本上,新高公告 上個月,最後一兩個星期 在國內離香港的旅遊 基本上已經出現一個很明顯的下降 跌了二、三十左右 我估計,不止二、三十 統計數字,只是滯後 會有一大批人失去工作 如果經濟不好 香港人的財能 一般人掌握的財能 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 是否真的這麼強 我自己就有點擔憂 經濟好 看醫生都可以收多些錢 同樣做醫生 在菲律賓做醫生 在印度做醫生 沒有香港收入那麼高 我擔憂經濟不好 一般人的生活水平都會有壓力 這個會持續 接下來要多捱多久 一般香港人都很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要多捱多久是互為影響的 一個是香港自己的取態 另一個是國際大環境的變化 詩先生,我知道你最近的投資組合 你一直都有供大家公告 最近有些新的想法 不如在這個機會也供我們的股頭 不是新的想法 等於穆迪也重新評級 我相信香港的投資者經過一連串之後 他們都會重新檢視一下 他的投資、他的比重 我原本都是進取營的 進取營,即是地產、股市、戰的比重 是比較高的 過去一段時間 我開始加了金、債券方面的比重 我曾經想將地產和股票的比重降低 哪段時間想這件事? 其實都是這兩天 但是想想想,又發現賣了一些東西之後 持有什麼好呢? 持有金,我仍然覺得可能會有些好處 但持有債券、持有現金 我想想想,都是不值得的 購買力做其實是短值的 歐洲都準備量寬 日本都類似的態度 大陸經濟不好 我相信它是降準的 存款儲備金 不用它存那麼久 放回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 資產價格 好的資產價格 都會上升 我賣了它,持有現金、債券 付利率的負債券 是的 除了付利率之外 將來的錢是不停洗的錢 賣不到東西的錢 所以我想想想想 都是寧願 譬如股市 我起碼持有三成 比例 地產 現在賣出了,保不回 我不動字了 最多新的錢回來,賣少一些地產 我認為股市要選擇行業 長遠有得做的 公司經營上有競爭力 它始終是一個 能夠產生新的價值財富的資產 好過拿著印出來的錢 一直貶值 因為印越多 接下來都是印錢速度 比新增財富的增長速度更快 錢一直貶值 所以想想想 都不敢買太多債券 以及持太多現金 事實而言,中長線 地產、股票的配置 不應該太低 中短線,一定要留意多些 施老闆在股壇事件 和大家評評一下 最新的投資環境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施老闆 各位觀眾 如果想多了解關於施基金 和股壇事件的節目內容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